又到周末问答时间 这两周我们集中说了很多跟睡眠相关的内容 有的同学听了之后 对腺肝调控睡眠的过程非常感兴趣 问的很细致 他问 如果咖啡因没有完全被代谢掉 腺肝仍旧游离在人的血液里 没有在人睡觉前与腺肝受体结合 那这些腺肝会继续等待 直到能够与腺肝受体结合才能有个出处吗 那么当第二天这个人醒来的时候 即便还没有开始什么头脑活动 但由于前一天的腺肝还没有代谢完 这些没有完全代谢的腺肝 还会发挥睡眠驱动力的作用吗 其实核心就是问 腺肝是怎么导致困倦 以及怎么代谢跟产生的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头说起 最初科学家寻找调控睡眠的物质的时候 是通过一些粗糙的动物实验 也就是把一些处于睡眠状态 动物的脑脊液抽出来 再注入到清醒动物的脑脊液的腔体中 然后就发现清醒的动物会立刻困倦起来 这样的实验就足够让人们猜出 脑脊液中存在一些会导致睡眠的化学成分 在反复筛选中 导致困倦的腺肝就被注意到了 腺肝的缩写是ADO 是腺飘灵与核糖组成的 如果你还记得高中生物课的内容就会知道 课本里也有个腺肝 它叫做三磷酸腺肝 缩写是ATP 这个物质被形容成是充满了电的能量块 这个能量块放电了之后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简称为ADP的东西 叫做二磷酸腺肝 关于ADP跟ATP之间的能量充放 高中课讲了很多 我也曾经在2016年到2017年度的专栏 卓老板疗科技中 在细胞系列和衰老系列里也详细介绍过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离子泵的机制在起作用 现在有了三磷酸腺肝 二磷酸腺肝 那想必也会有单磷酸腺肝 没错 还真有这种物质 它的缩写就是AMP 不断的结合磷酸根的过程 就是这三种物质相互转化的方式 而什么又是单磷酸腺肝形成的基础呢 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腺肝了ADO 与此同时 三磷酸腺肝在代谢过程中 还会在各种酶的作用下变回ADO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要你留意啊 当人体内出现大量腺肝的时候 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ATP到ADP到AMP到ADO 这条能量生产线在高强度的运作中 那就对应着一个人的宏观状况啊 就是忙忙碌碌大量的肺体力 或大量的肺脑力 所以腺肝可不只是在大脑中存在的 它在身体各个部位 尤其是肌肉附近都会大量存在 如果某个生物能在演化的过程中 幸运的产生出一种机制 能够自动侦测腺肝的浓度 在腺肝浓度高了就会困倦 那岂不就是很有优势了 因为身体总要休息的 什么时候该休息就不用别人提醒了 通过感知自己身体困不困 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 这简直太方便了 那今天呢 这个生理机制在哺乳类动物中 就进化到了由肌底前脑部位的A1跟A2A受体 来接受腺肝的刺激 如果腺肝积累的足够多 和A1A2A受体结合 影响神经元的放电强度 就会导致人犯困 而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腺肝的代谢并不会停止 第一步呢 先会变成肌肝 ino 再会变成黄飘零 xan 最后变成尿酸排出体外 也就是说 能量消耗水平大幅下降 而腺肝代谢水平呢 还维持着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高能耗状态下 那些多余出来的腺肝就可以代谢掉了 尽管人在睡眠的时候 也依然会产生一定的腺肝 但是产生的速度还是低于代谢速度的 腺肝就会逐渐的减少 所以回到这位同学问的那个问题 腺肝会不会一直等着 跟神经元上的受体结合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 这整个过程都是动态的 随时都有大量的腺肝产生 也随时都有腺肝被代谢成尿酸 在咖啡因存在的时候 一部分本来可以作为信号物质 刺激肌底前脑的腺肝 不能再与受体结合 于是人就不困 但是啊 这个作为困不困的信号物质的腺肝 和因能量消耗而产生的腺肝 来对比的话 占比是非常微小的 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如果用电压表来测电压 实际上当电压表测出电压值的那一刻 就已经消耗了电路中的一点点能量 但这个能量呢 相比整个电路中流动的能量来说 这点测量导致的损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而腺肝是怎么代谢掉的呢 主要就是刚刚说的 先变成肌肝 再变成黄飘灵 最后变成尿酸 也因为腺肝的浓度直接影响了人的觉醒程度 所以正常情况下 一个人睡到自然醒的时候 也必然伴随着腺肝浓度已经降到足够低了 虽然啊 决定一个人是否醒来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 当腺肝浓度还非常高的时候 人是不会自然醒的 然后腺肝是怎么产生的呢 你想 它是能量代谢环路上的特别重要的物质 所以它怎么来的 主要就是靠吃饭产生的 我们吃的那些食物中的糖 还有食物里的那些细胞中的核酸物质 再经过消化 再经过重组 就会变成ATP ADP AMP ADO等等物质 在禽流感爆发的影响这期 有一些同学问了相同的问题 就是听说美国通过让后鸟感染病毒的方式 让新冠病毒或者禽流感病毒传播到了其他国家 请问这是不是真的呢 直接回答 这不是真的 因为现实情况是 美国是这波禽流感受损最严重的地区 所以即便根据实际情况来猜 我们也应该先相信 美国通过让后鸟感染病毒的方式 重创美国自己的农业跟食品行业 这样的说法 但我们知道 任何正常国家都不可能主动的大规模的摧毁自己国家的某些行业 某些产业 所以这个是谣言 有人可能还会想啊 这是不是当初设计的时候 他是想感染其他国家 结果事情没能向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 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受其害呢 也不会 因为后鸟怎么飞 途经哪些地区 什么时候转移 分几批转移 在哪些地方歇脚 和哪些动物接触 全都是不确定的 那大规模的让后鸟感染病毒 带来的后果根本就是不可控的 此外还有一个谣言 最近很多同学问的也很多 就是网上在传啊 测完核酸一定要反复漱口 因为那个伸进嘴里的棉签含有致癌物质 上面有荧光剂 还养蚁丸 氧化石墨烯等等 大家就问 那做完核酸 是不是要注意漱口呢 简单的说 不用漱口 那个棉签上什么试剂都没有 比家里掏耳都用的棉签干净多了 那个谣言啊 实际上是用Photoshop 给很多棉签的头部都披上了荧光效果 以此来证明里面至少有荧光物质的 具体来说呢 测试核酸的那个棉签 根本也不是普通的卫生棉签 日常的卫生棉签 作用主要是吸附 使用的是脱脂棉 而这个采样式子最大的作用呢 是收集 然后再洗脱 也就是说 能让收集到的口腔上皮细胞 在随后跟试剂的接触 晃动 震动的时候 能够充分脱落到试剂中 所以如果用放大镜看的话 采样式子的头部有点像毛刷子 而且核酸采样要求没有污染 所以采样式子 也就是俗称的那个棉签 是无菌的 里面也没有任何试剂 如果一定要问 那个毛刷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是尼龙短纤维 那为什么谣言里 要把荧光剂当做重点呢 其实这跟核酸的测试方法有关系 那个测试的全称叫做 荧光RTPCR检测 你看这里就有荧光两个字 但这里的荧光可不是说 往人的嗓子眼里灌荧光剂 所以我要简单介绍一下这种测试方法 荧光RTPCR检测 主要是五个步骤来组成的 采集样本 提取RNA 逆转路程 CBNA PCR扩增 结果分析 除了这第一步 剩下所有步骤都是在实验室里做的 采集样本 这就不说了 很多人每周都会捅好几次 提取RNA的过程呢 使用的方法叫做TriZone法 这里会用到很多试剂 包括本分 绿紡 义柄醇 乙醇 第一PC溶剂 逆转路的过程中 要用到引物和逆转路煤 荧光剂呢 出现在PCR扩增阶段 把带有荧光蛋白的物质引入 它们会跟新冠病毒的特征序列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病毒越多 荧光在扩增之后就越明亮 最后再通过检测荧光信号的强度 来确认样本中是否含有病毒 之所以谣言里说 核酸检测上的棉签有荧光剂 那大概就是这些人第一次听说核酸检测的正式名称 于是就以为棉签上带有荧光剂 或者其他的试剂 那些试剂是否致癌 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不说 关键是除了第一步采集样本 剩下的所有环节都是把采集到的东西拿到实验室操作的 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所以核酸检测的棉签不致癌 检测后也不用疏口 好 这就是本周的问答